那谢谢一宏的介绍 也就是跟大家那个 节电的县市伙伴们 大家打声招呼 那就是其实 参加新节电运动这件事情 我们也都参与了很多年 那我刚刚在扫射说 现场有没有大家认识的伙伴 就是还存活在这个单位里的 应该这么说 就是因为节电这件事情不好做 那像我是环保局 所以我们在推节电的时候 大家就想说 要环境保护啊 这样子感觉很沉重 道德压力非常大 那是不是就因为 要这样牺牲生活品质 所以我们在宣导的这个时候 我们的志工伙伴们 就是婆婆妈妈们 总是都会跟我们说 我今年夏天都没开冷气 我都很热一直撑风 这样子好像都很节电 对 可是这是真的 我们的未来的生活吗 其实我们倒不这样觉得 因为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在找房子的经验啦 不管是租房子 卖房子买房子 对 这件事情在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节电这件事情 其实我都一直很希望跟期待 然后呢 有了房子之后 家里的装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面临到这个阶段 装潢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让自己家里比较节电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 大家应该都当做基本常识的一个课题了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这样子 我们说大后期要酸后厨 这个概念就是觉得大家都住在一个很美丽的县市里 不管从北到南 我超喜欢各个县市到处去旅行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很美丽 但是我们在这样子自己的县市里面 我有没有一个很棒的房子 让我觉得可以很轻松的购入 我可以住在里面很轻松 而且我也不用再担心我的能源支出费用 大家如果当开始关心国际趋势啊 可能会开始看到一个名词叫能源贫护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有些国家 他们的能源在喊再生能源政策的时候 导致他们的费用开始变得很高 所以会有一批人 他们未来缴不起电费单 然后宁愿关掉家里的暖气或冷气 这样子导致因为影响到了自己生活品质 我觉得这件事情 政府当会应该要顾及很大的责任 那也是因为这么说 所以在现在的台湾这个阶段 我觉得大家可以开始想想看 我们怎么跟我们自己 这个县市的居民来做沟通 那所以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报告的这个题目 那我今天这个简报大纲呢 就是我会从社区公社 然后家户 有了这两件事情 我的基础 我们才有办法发展出 我们的节能一好宅的这件事情 那我怎么选了右边那个北投实力图书馆 是因为我想说 大家不知道对绿建筑的认识怎么样 但是它是我第一个认识的绿建筑 然后我也因为它 然后去到日本京都大阪 去看了一些建筑的一些代表案例 然后去了解了一下清水模 后来台湾就出现大量的清水模 那清水模是绿建筑吗 其实大家也可以开始去好好思考这件事 那我现在开始说的就是社区公社节能 那这个时候我要提一下高雄市的高雄厕 其实我觉得高雄厕它是一个蛮早开始在建管单位 就结合去做绿建筑的这件事情 而不是透过绿建筑标章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不是身在环保单位 而是深入在公务局啊 城乡局啊这类型单位的同仁们 大家可能会比较有感觉 为什么我要从这个角度去做切入 因为我觉得建筑物盖起来之后 就像我们今天这一栋大楼 它盖起来之后80%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去改变的 剩下20%我们再怎么努力 但是它的节能效果确实是有限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改变 那我这个单位蛮特殊的 我从97年成立到现在 其实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待着 我们一直在服务不同的建筑物的对象 包括社区啊学校啊或者是医院旅馆 这些都是我们接触的对象 我们今天导入的其实是以家户为主 所以我讲的是社区公社如何节能 那我们这个社区公社节能方式呢 因为毕竟我们的沟通单位是管委会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社区的标章 认证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有了一个方向性 我们有六大指标 告诉大家六大指标怎么做 做了之后做得好 我们颁给它不同等级的标章 从银额金雄到白金 所以我们到现在累积了139个社区 可是标章认证这件事对社区来讲 管委会的大家都是无给值 都是医务性帮忙 那他们要怎么办去说服社区的区权会 同意他愿意去动用社区公寄进去做改造呢 这个时候我们打入了节电诊所 这个诊所有点像刚刚 课长那边所介绍的一种能源服务业 我们确实是专家进去看他们的抽水棒 进去看他们的电梯 进去看他们的灯 看完了之后我们会给一些专业的报告 那这个报告我们担心大家看不懂 也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要花多少钱 所以我们用了市场上的价格去帮他算 如果说他本来不是LED灯 当他要换成LED灯的时候 我们算了整栋社区的每一只楼梯 有几只灯管 我们从他们建筑社区里面的建造图 把图打开来看直接算灯管数 算出这样的数量给社区看 让他们社区管委会有办法去说服 区全会代表们大家来花钱换灯 那换了灯之后 有了一个基本的减量的电费数据之后 他就有办法再去说服他们 去换下一个电力设备 那这个节电诊所 有了一本报告书之后 假设管委会只有一个人说 我愿意 我愿意做 其他人都抱持的观望的态度 那他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培训了一群规划师 我们累计到现在的290位 这些规划师同样是免费服务 陪着社区去开区全会 去开管委会 就像我现在 假设我就是规划师 然后面对着住户们 各种提问我都要回答 我陪着社区去回答各类型 跟要去感造有关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们的规划师 知道我们的申请文件怎么写 我们的规划师陪着社区知道 社区里到底什么东西要改变 我们的规划师看得懂决见者所那本报告书 而不需要委员们再去网路上搜寻 或者是去做猜测 或者可能还要跟原本既有管委会 原本在服务的一些机电师们在搏斗 就是类似说我常听到的啦 可能他们会觉得早期的所谓的那个感应器啊 灯要不要装感应器 要装什么类型 要装红外线还是微波感应 这件事情有些老人家会觉得 啊我才走过去两分钟 你那个灯就给我关起来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光这个东西要不要改社区就可以炒很久 炒半年 所以我们的规划师进去做陪伴 然后也用了很多案例 让管委会有信心 让社区住户有信心去支持他们去改变 可是有些社区啊 可能本质上他们的供基金没有那么多 他们在今年如果要动用15万或20万 或许就又要经过一番搏斗 那我们就提供了一些比例在50%以下的 最高50%的这样的补助 让社区来做申请 那申请完了之后呢 有些住户如果还是有疑惑 我们的推广中心开课 那这个推广中心其实是跟社区大学结合 为什么要特别跟社区大学结合 因为社区大学本来就在开课 那他们就会比较有一些沟通的语言 可以让他们知道说 哦原来我们的再生能源是个什么东西啊 原来我们的LED灯的好处是什么啊 类似这种方式 而不是像我们用政策宣导啊 这种文周周或者是专业名词去 想要说服他他就觉得你应该是在骗我吧 你又没有实际使用经验 所以我们就希望去找了一些专家学者 大家真的身体力行过 然后把这样的经验来做沟通 那后面呢 其实我们还搭配了一些活动 就像早期很常推的旧团审店 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如何在做节电啊 然后大家一起约定下月6到9月必须要节电 这类型的用团体的力量一起来动 那后面呢我们还有一些参与室屋顶农场或清凉屋顶 那这要感谢工研院协助 然后感谢能源局补助 就是我们透过这样的补助经费 屋顶农场这回事 就是在屋顶上面把那个屋顶顶楼铺满泥土 的这回事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 担心植物会串根 担心会漏水 担心很多有的没有的 那但是我们的方式就是 假设你的社区有这样子的环保意识愿意做的话 我们带着你一起做 我们真的从那个旁边的那个围板啊 用铁木啊把它弄出来 然后还有我们的组根布啊 或者是我们不透水布一层一层铺 还有我们的隔热垫一层铺 还有铺土要铺15到20公分 我们还特别告诉大家 你必须要用发泡链石 而不要真的去挖你那个一般土地的田土啦 因为很多老人家知道说 我知道怎么种 然后结果呢 搞的那一块 我们还必须把它带走 把那块土栅挖走 然后把发泡链石补回去 要反复的不断沟通 然后不断让大家学习 在屋顶上种菜啊 不是在一般地面种菜那么容易啦 虽然我知道怎么种 可是他知道菜虫怎么抓 但是不知道 不一定知道水要怎么灌 怎么浇 菜才会活 那这是经过我们辅导 跟着他一起做 一起设计的这些社区 其实还有社区种出西瓜 那我也觉得 这个蛮厉害的 屋顶上可以种西瓜 好 那另外一个是清凉屋顶 清凉屋顶反而是大家比较实际上需要运用到的 因为很多大楼在盖好的时候 屋顶会去隔热漆 但是大概十年 我们自己遇到的状况 大概都是第十年就想要来申请 因为它的隔热器开始有一些裂痕 那那些裂痕 他们去找了专业的防水师傅来 就跟他说 哦 你那个要整个全铺啊 大概三十万不等 那大家就好奇了 那我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呢 那我做了防水之后 我还可以有什么附加功能 那所以我们的清凉屋顶的目的 是希望大家在做防水的时候 去加强它的隔热性 所以让顶楼住户呢 他可以先有一些简单的隔热 用隔热之后来降温 那好 也可以有这个防水功能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欢迎他来做参与私物顶弄厂 我们希望这样一步一步带着社区 做了一些生态的绿化 然后或者是我们希望 因为我们都会区多 所以可以在都会区里面有生态跳岛 这样子的功能性 那最后呢 我们最近这几年 我们在玩跟刚刚台电公司介绍的很像 我们在玩居家能源管理系统 这个概念 但是我们把它称为住宅的智慧用电节能服务 所以我赞同他刚刚说的那个S 我们要说的是服务 不要说系统 因为系统很昂贵 而且他也推动了很久 可是就是碍于说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啦 不知道家里有没有扫地机器人啊 然后有没有一些电器啊 这些是确实好像在家里希望那个 手机遥控就可以动的 但是其他的灯啊 然后像投影布幕啊 或者是我们家里的冰箱啊 冷气这些的 诶真的有需要那个用到手机控制吗 其实我们觉得 有时候太过的智慧化的这些设备来说 希望都是帮助 而不要变成多了一下耗电的工具 那所以我们有了这些成果之后 作为我们在社区公社上的一个累积 那累积之后呢 其实这是我们的顺序 然后下面是我们的诊断报告书 跟我们诊断书的摘要 那其实今天来很高兴工研院的邀请 那想要跟各位节点伙伴们 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因为我希望可以让大家 大家这个时候一起来累积一些大数据 这个大数据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像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新北市现在去辅导社区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一定会去请社区 调整公社契约容量 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建筑师或者是积电技师 他们在协助计算的时候的第一时间 跟台电申请的契约容量 不是很准 它是依据他们的这个住户 跟他设定的住户需求 去计算出来的 那这个数据呢 跟实际进去住的人 他的使用习惯 总会有点落差 那这个落差呢 在社区的公社契约里 因为他跟台电是签契约 所以会有所谓的契约容量 那这契约容量有算费用 所以当你超过也会被罚钱 你用不够也会觉得很亏 所以我们都希望社区管委会 当他在第四年的时候 因为应该四年入住的都差不多了吧 可以超过五成六成的 而且应该都电器设备 大部分都开始有在运转使用的 这个时候 算是一个稳定的趋势了 那可以去跟台电 重新洽谈以下契约容量 要签在什么数字上 所以我们的捷电诊所第一时间 一定会去拿他们的电费单 开始来试算 试算之后告诉社区说 哦那我觉得这个还算合理 那我发现其实台电公司 又提供这个服务 所以我们可以鼓励社区 可以先去检查一下 契约容量对不对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灯具啊 或者是一些格勒降温的措施啊 或者是他们对于一些设备的使用习惯 希望大家开始来做调整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建议 都透过报告书的方式 直接送给社区看 希望管委会可以慢慢的 依照他们的财力或能力来做改变 所以这是我们的捷电诊所 到现场的状况 他们会带着照度计 如果要看根据 他们就用照度计 用数据 科学数据告诉社区 因为其实现在大数据资料库 很容易查到很多讯息 所以我们都会利用科学工具来佐证 因为大家会觉得数据 科学数据会讲话 我们平常在讲的经验传承啊 这些有些不是适用在每个地方 但是用数据 用规范 这是对我们 我觉得啦 对公务人员 对政府单位来说 是给社区一个比较容易幸福 跟参考的科学数据 那地下室停车场啊 或紧急照明灯这些地方 这些地点我们刻意挑选出来是因为 目前我们的新北市的社区 我们都请他们这些地方一定都要用LED灯 那在我们的建造审查的要求里 其实也都要求的公社区域都要使用LED灯 那这样子的方式呢就是 我想告诉大家说 鼓励大家 我们收集的数据之后 其实是可以横向联系的 跟自己市府里的其他单位 在做一个比较高阶的管控 高阶管控的意思就是 我们请他们在建造审查的时候 直接做要求 这个要求不是我们政府单位要花钱 而是建商它本身就应该要选用 比较节电的设备给住户使用 而不是让住户入住之后 才要跟政府申请辅助经备去改造 我们希望有一些科学数据 经验的累积 然后回到源头管理 让我们政府资源应该可以 被更有效用在有需要的地方 那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屋顶农场 我刚刚说就是我们都陪着住户 去堆那些木头 然后堆那些土 然后把那些菜苗放下去 然后可能每隔一段时间 你去跟住户沟通 那这个我们也特别让住户有机会去画自己的规划图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植物就像小朋友啦 如果你是自己从小栽培出来的 你要去怎么改变 你要怎么去照顾 遇到台风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保护它 大家都会很开心的去关心 所以我们就要求而且强调 我们觉得为什么要叫参与市 因为这屋顶农场一定是自己的屋顶要自己做 而不是我们去帮它做好 自己别人做好的 或者是下下很多绿建筑被要求的50%的那些绿化植物啦 我们有时候去看发现 那就是原意公司在雇 然后你问住户 连植物名称都说不出来 那我们觉得这个就丧失了我们跟环境的连结 那这样子其实对于植物来说的照顾 或者是绿建筑本身有的一些设施 对住户来说的好处 他们其实没有感受到 那这样对于节能减碳或净零碳的路径 其实会有一点点缺乏 有点可惜 那另外是我们为了推参与市屋顶农场 我们其实设置了三个模组 这个模组就像我们现在图面上显示的 这个我们称为薄层氯化 也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我们希望这个土壤的厚度不要超过15到20 那这个厚度是为什么 是为了载种 因为一般住户的屋顶虽然都有基本的设计 可是如果它本来是平面没有绿屋顶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载种并没有想象它会去附土 那为什么我们要推屋顶农场 一个是为了格勒降温 所以曾经有老师问我说 你们这个屋顶农场的要求 是希望它越厚越好 还是越广越好 那我跟老师说 我们的目的是越广越好 因为我要格勒降温 我没有要去做区块式的 这种不是推那个盆子的哦 那个盆波式的对我们来说觉得格勒效果没有那么好 我们要的是它铺平 然后尽量面积大 可是面积又不能太大 不然就像住户你看 他们其实蹲在中间 然后以手够得到的这个长度 那当然还是会考虑一下住户的年纪 像这样子的在地面式的 我们可能比较再适合到40 50岁以下的住户 如果再高龄一点的话 他们可能会希望跟女儿长期高的那一种 现在很多市面上特立物也买得到那一种 有架高式的啊 这个其实我们也觉得也可以 但是重点是希望它可以延续性的 然后从太阳日照往下照的时候 这个垂直阴影面积是真的覆盖到屋顶上 这样才真的达得到隔热 那绿化就是我们刚刚自己说的 希望有另外一个生态跳岛的这个功能性 所以特别我把我们自己改造补助的 那个项目表啊 抓出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去区分了不同的面向 那包括绿建筑 智慧用电 或者是我们的绿色交通 那这些项目是我们希望搭配 它的标章认证的项目 所以有申请有做到 其实基本上它的标章就有机会取得 可是这个重点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们对于常见做法跟减负资料 还有补助比例这件事 我们很用心的每年检讨 这个检讨原因是因为 我们觉得要给社区应该是有效的补助 所以我们会去看现在建筑 建筑物建商在盖房子的时候 他们有哪些项目已经做到了 譬如像灯具 我们本来的灯具补助的比例 不是那个15跟30 而是50 但是我们后来这两年下修 下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发现 建商其实开始用LED灯在公社区域了 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的补助 不用再给那么多资源 要放在有效希望改善的地方 另外一个是 我们的15跟30的差别是 我们希望补助比较老旧的社区 因为我们觉得建商可能一开始 他没有那么多的经费 或者是他有既有的签约厂商 所以他用了他觉得可以的设备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 他们对于物件建筑物 其实设有他的平数的销售的金额在 所以依据他的销售金额 他可能会去选一些设备 所以我们把10年以上的补助比例提高到30 如果是一般性的补助的话 我们就是只有到15 在减负的资料部分 这就是我们的提醒 我们希望让社区知道 你来申请项目不是为了要取得我的标章 而是你们社区真的有这样的需求 以现在最常见的电动车的充电桩 我们也希望他们要去做设置 设置的时候要考虑一下 他是不是要一次全拉管线 就譬如说 刚刚客长也有提到嘛 我们对于一个充电桩 拉的走的线 跟10个充电桩 要拉的走的线 其实费用会差不多耶 因为他要走公共线潮 因为我们都下去地下室停车场看过嘛 大家可能前三年在做补助的时候 都去走了很多个停车场 停车场的上面会有一些管线啊 污水啊 雨水啊 什么管线 灯啊 那其实最近的建筑物应该很多都出现了线潮 那个线潮就是一排 一排铁架 充电桩的线就是走在那个铁架上 然后再沿着墙下来 那现在最常见的争议就是你要不要去打墙 可能地下室停车场是地下三楼地下四楼 他要从一楼配电箱往下走 所以我们的费用 其实我们关注的就是 你会经过的公共区域 我们把这样的费用补助给你 可是我们不去强调 是不是补给哪个个人 因为我们觉得那个车位在台湾是私有制 就是那是买断的所有权 所以我们目前这个公共车位 应该说充电桩的这件事情 我们分两种状况 一种是希望社区找出一个公共车位 如果他只要设一个 我们希望那一个是公共车位 如果你社区只设一个是私有的抱歉 我们不补助 因为我们觉得这不是我们要鼓励的方向 另外一个是 好 如果你们社区真的是大家都有 那我们就希望你尽量数量多一次做完 然后去走公共线潮 那我们就不是补助那个个别的车位 我们是补助公共线潮 对 所以我们都强调 我们的补助就是在公共所有 公共使用 让大家一起让社区更好 刚刚是介绍我们刚刚的那个社区的公社如何节点 那接下来就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啊 我们的节能医管家的这一个发展 刚刚在听台电的分享的时候 其实感触很深啊 因为当初我们的计划跟台电呢 就是在智慧电表推出的那一年的时候 我们也在思考说 智慧电表的大数据 有没有机会让地方政府来使用 所以我们也希望去发展了一些跟 能源管理系统 然后智慧电表的数据 是不是可以直接以后 地方政府一直公文去 然后台电公司就可以一个数据回来 这样的一个美好想象 因为大家应该都有花钱买嘛 对不对 我们都花钱买电号 用电号买电费资讯 好所以呢 因为台电公司说它授予一些法律的限制 我们也确实了解也认同 所以我们就发展了一个智慧用电的指纹图谱技术 那这个技术服务呢 其实这源头我们是有跟台电公司合作的 那因为我们还是得知道智慧电表里面 长的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跟台电公司合作了 然后利用我们新北市的一些家户的场域 因为我推低碳社区那么久了嘛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些愿意合作的一些社区住户 在他们家去装扣表 那这个扣表就是像刚刚课长所说的 NILM是后来发展的技术 飞氢路式的一些设备 那其实它的差别就是 你家的配电盘 有没有需要被打开 有没有需要被装一个微型电表的设备 然后你的电器 有没有每一个电器的插座插头 上面都要装一个感应器跟接收器 其实这是大家现在在推能源管理系统里面 最常遇到的一个抉择 有没有希望说 每一个电器你都要控制 那你就必须要有接收跟控制 那我们这套设备呢 其实它比较像是进化版 就是我们不一定要求每一个电器都要被控制 可是我们希望电表的资讯 我们可以知道每一项电器的被使用情形 我们在配电盘上面扣了一颗CT表 微型电表之后呢 它透过电流的应用 透过资料的分析 这一颗替代智慧电表的功能 所以我们的家户不一定是装智慧电表 而是从总电盘扣了CT表之后呢 它的资料就会呈现高低的变化 那这个微电压的变化呢 我们用演算法去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 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分析跟了解 这是哪一台冷气在哪个时段的用电 它就会出现一些幅度跟强度不同的资料 我们就会取得用户里面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别 那如果用户想要去控制电器呢 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提供 我们用所谓的用电控制器 也就是它真的还是得装在那个电器上面啦 因为它想要控制嘛 那我们就一样就让它有这个控制的功能在 那有这套设备呢 我们把它称为这是一个节能一管家的智慧用电节能服务 那这个服务我们提供了三项主动式功能 我们第一个会日常用电追踪 第二个家庭能源记事本 第三个用电管理 第一个就是大家希望可以看到的 我每天的用电行为 我今天如果觉得我有比较节电 我有真的节电吗 我们的服务平台的资料APP一打开 马上告诉你 那这个工具我觉得很有用的原因是 我们以往啊进入户座宣传的时候 我们跟婆婆妈妈说 啊你那个冰箱不要买太多东西 你记得冰箱不要常开 你那个冷气要设定在几度到几度 这些话说说 可是有实际数据呈现吗 其实要两个月之后才知道 那但是现在 我们有了这套设备之后 我们的路户曾经有两台冰箱 也就是两个民众同样的里民 他们的冰箱刚好买同款 其中一户的用电量比较高 然后我们就说 那你们回去看一下嘛 看一下冰箱为什么会这么高 所以这两个人后来有一个人发现了 用电量高的是因为他的电冰箱的边条坏掉了 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里后来非常踊跃的支持我们这个活动 因为他们觉得真的有用耶 而且是真的有帮助 也知道验证一下自己的节电行为有被激励到了 因为他做了正确的节电行为 那我们也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毕竟我地方政府要常常对民众宣导 我希望宣导有用的资讯 那所以刚刚看到也有这一本 然后上面也有记事本 其实我想说的是啊 我们的能源记事本 有点类似把这个最后面的那个计算器 电子化了 因为我们也在这个功能里面去提供了一个服务 就是所谓的排程设定 这个排程就是 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家里的电器啊 假设我想 那以后我都在晚上的七点到九点开冷气 这样我可以节省多少电 这个纸本协助你试算 你要key录一些厂牌啊 型号啊 名牌啊之类的资讯 那我们这个在你家里的那个电表 扣表之后 你还是可以去做设定 他还是可以去帮你做计算 然后他告诉你答案 那这两个功能性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看 我觉得是看用户啦 看民众希望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去达到他要取得的结果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近似家庭用电 用电比较 那这个是我们觉得比较不一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台电电费单 上面其实也有一个所谓的 近似的用户群比较的数值 那这一个是台电公司利用台电的电表 他在装设的地理位置的时候用铜栋大楼 或者是周边类似大楼的资料 做了一个参考值让你看 那我们的部分呢 则是因为我们加了问卷 我们装了这个设备的家户 我们会提供问卷给他 让他知道 跟你家的人口组成差不多 跟你家的生活形态差不多的人大概用电量是多少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 看看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用电量过高 或者是有比较低的这个情况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工具 让自己可以了解跟稳定家里的用电量 那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 他是让家户可以去学习一下 有没有那个能力去参加台电的虚量管理 另外一个是 有没有机会在家里使用再生能源 因为毕竟再生能源有时间性 我们自己的用电量 如果在什么时候要用电都不清楚 我要怎么有勇气去使用再生能源呢 所以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当然我们也乐见智慧电表赶快部件 可是我的掌握决定权都在台电公司身上啊 我们自己发展了这一套 所以我会尽量赶快推这一套 那如果住户可以去申请智慧电表 会希望住户赶快去 因为我最重要的目的是觉得 大家要一起来推再生能源 大家要一起来智慧用电 才能够搭上未来的静灵摊趋势 那有了我们这一套家户的这个设备之后呢 其实我们有一些节电的数据 就是我们的下月节电率可以达到9% 再加上如果太坏一级能效的设备 我们的整体节电率可以达到25% 那我这边呈现的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电器的一个电波的变化情况 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这个 然后导入演算法 可以去辨识出来 原来那个图坡是冰箱 那个图坡是电锅 或者是另外一个图坡是所谓的电视 是以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使用的时段 跟多少时间都可以提供给民众做参考 那有了刚刚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标章制度在社区的公社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节能医管家 在家户的用电 这两个工具 我们开始推广我们的节电 开始善用大数据跟智慧化工具之后 我们这个时候遇到了政策上 需要做一些思考的时候 也就是禁灵 禁灵的这个议题 这个图可能很多伙伴都看过了 IEA所告诉大家 未来的能源的变化趋势 还有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策略 让大家的能源使用 可以开始减少排放温室气体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的 就是在行为改变 很重要 第二个是提高能源效率技术这件事情 要善用数位化的智慧用电管理 而且我们的建筑的材料 要开始运用可以有做 高效率的隔热 那当然电气化的趋势 没有办法更改跟挡住它 所以我们必须要发展再生能源 让我们最后的温室气体碳盘 可以一直下降 中央公布的部分呢 我也特别抓了建筑类的 中央说2030年 公有新建建筑物 要达建筑能下一级或净灵碳 2040年50%的既有建筑物 要更新 2050年新建建筑物 都要百分之百 85%的建筑物 要达到净灵碳 这几个字让我们研究了很久 也观察了很久 我们讨论出来我们自己新北市的 所以今年真的很难熬 就是为了这几个字一直伤透脑筋 我不知道各县市的伙伴应该也都觉得很焦虑吧 因为未来建筑物要怎么去达到能效提升 然后什么又叫做一级能效呢 那所以我抓了这个图 也就是内政部建员所 他们在110年的时候就有公布了 未来会有一个新建建筑的能效标示系统 这个系统会结合现有的绿建筑标章系统 这个系统会强化去检讨建筑 在设计的时候他应该要去表解能效表现在哪里 他给了一级到 就是不同等级一级到七级这样子 那时我们也开始思考说 那建筑物有没有机会跟机关学校的EUI值一样来做表现 那但是基础值又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也找了文献 文献告诉我们社区公社的平均值大概在32左右 我们就把我们以往推动的低碳社区白晶级的社区的EUI值 也拿出来做计算 我们想要用很简单的方式 所以我们找了台电的电费单 我们找了建管单位的建管资讯 就是史照上面登记的总面积 一起来计算之后我们发现 我们的分布在25到10左右 那跟30代2来比较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节电可以达到至少20% 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来做一些分级管理 管理的意思是 告诉我们政府机关 要怎么去把现有的建筑物的能效做分类 所以我们取了这些数值三星级到六星级 然后希望让大家可以有知道 自己的社区的公社 他们的表现在哪里 是不是要再更精进 还有如何更精进 所以我们设了不同等级 然后我们希望也未来可以做一些搭配 让我们最后整体建筑物的EUI 可以达到节电50% 补合中央内政部的设定 那这个设定呢 其实也可以提供给物业公司 来做一些能源的检视 那当然他要做到能源检视 必须要能源管理系统 针对公社部分的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节电一管家的这个服务 也开始在做一些导入 让他可以先有EUI检视 知道公社用电的分布在哪里 然后提供月报 让他可以越来越节电 那这个事情很重要 就是我们觉得建筑能效要提升 必须要揭露 揭露这件事情在台湾现在还没有被强制规定 所以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网页告诉社区 现在是我们的标章社区 那未来可能他们的能效素质都要被我们揭露出来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大家一起促进一些节电的氛围 也可以稳定一下这些节电的成果 那我们也找了房仲业 然后也请建筑开发业导入 所以就是也希望可以让大家一起 伙伴们一起来努力 我们的经验非常宝贵 我们可以透过横向联系 把我们的经验回馈给一些建筑省造的单位 或者是城乡规划的单位 让他们知道说 如果我们要给民众有机会酸hold to 要选什么样的hold to 其实大家心里最清楚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把自己的县市的资源 大数据全部都累积起来 一起回馈给他们 就譬如像我们现在建筑开发 有业者已经把我们的节能一管家 这样的技术导入了 而且他们也乐于参与我们的 节能一好宅的这个制度 也有银行业者跟产业业者 推出了所谓绿色金融的产品 参考我们的节能一好宅 那物业公司呢 也非常开心 因为他们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些数值 可以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能源管理的表现 所以我们现在有15家的防众业者 一起来做合作 然后也有102个社区 已经都有知道自己的能效表现在哪里 我们有自己的白皮书 我们知道大家今年也都应该要开始提出来 那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做努力 那最后呢 就是希望说总结一下 今天所报告的是提供一些机制 让大家做参考 还有我们努力在所谓的建筑部分 对能效来做分级 可是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努力 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数字都提供出来 我们从环保单位的力量 把我们的这些宝贵的经验 回馈给建筑设计的单位 去影响一下绿建筑标章 它里面所放的一些设计准则 那我们的县市的每个民众 他们在未来都有机会去选择一个 很棒的很节能的这个建筑 那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